Hello,大家好,我是Sammy 之前我出过一段影片说关于退税 但那段影片因为有些资料被禁止了 所以今次我再做一段影片又说退税 一样请来上一次访问嘉宾Eric Eric是英国的Test Consultant 处理过很多退税个案 所以今次就请到他来再讲一讲最新的退税的事宜 Eric 你好 大家好,我是Eric 最近很多朋友都问我 如果卖了英国物业 有什么情况之下可以退回英国物业养花税呢? 如果预期申请还有没有机会批核呢? 另外如果以根换置着物业理由退税 但旧有的物业已经卖出了 还有没有机会呢? 今天我就希望在这里讲一讲这些问题 这几个问题都是很多人想知道的 如果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 可以退回英国物业养花税呢? 首先要了解一下英国物业养花税是怎样计算的 英国物业养花税呢? 其实分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基本税率 25万磅以下是不需要交养花税的 25万磅至92万5千磅是需要交5% 物业价值越高的话交的比例就越大了 而基本税率是必须要交的 除非计算数 如果不是基本税是没有申请退回的 第二部分就是第二物业引花税 如果你的物业是第二物业公司持有 或者出租物业的话呢? 那你是需要交整个楼价的3% 作为额外印花税的 第三部分就是海外卖家印花税 如果你购买英国物业的时间 是非英国居民 那你是需要交整个楼价的2% 作为额外印花税的 只要将一二三部分加上来 就是你要交的总印花税的数目 只要你有交过额外印花税 包括第二物业印花税 或者海外卖家印花税 在符合某些条件下 就有机会申请退回印花税 在这就解释多些少少印花税是怎样算的 好像大家买一层20万英镑的物业 而大家已经是在英国居住 是当地的税务居民 之前又没有物业 只得一层楼的话 那就不用给印花税 因为25万英镑楼下的物业是免印花税 首置的话 免税门栏还提高到42万5千英镑 又可以免了海外买家印花税 和第二物业印花税 但如果你是买伦敦的房子 25万英镑的房子很难买到 假如你是买一层40万英镑的房子 那就要付印花税 怎样算呢? 就是头25万镑仍然是免印花税 多出来的15万镑才要征收税项 那就要付5%印花税 即是基本印花税就要付7500英镑 如果不是英国居民身份去买 例如想在香港买定先过英国去定居 那就没办法 大家都要付这2%海外买家印花税 不过这2%是整个物业的价值去计 即是要用40万英镑去计 而不是用15万英镑 这里又要付8000英镑 另外如果你手上以多过一层物业 不是首置的 那就要计算3%第二物业印花税 又是用40万英镑去计 即是要付12000英镑 3个税项加上 其实要27500英镑 其中2万英镑就是海外买家印花税 和第二物业印花税 计算港元大纳大纳大纳20万 但如果告诉你 这2万英镑原来是有机会退回给你的 是不是吸引 那接下来Eric就会说 什么情况才可以退 有什么情况之后可以申请退税 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 就是更换自住物业 我举个例子 假设你在2019年有一个自住物业 之后你在2020年 在英国买入另一个自住物业 由于你买入英国物业的时间 是拥有多过一个物业的 所以你是需要缴交3%的第二物业印花税 跟着如果你在2023年之前 买出你之前的自住物业 由于你在距离买入英国自住物业之后的三年之内 出售之前的自住物业 所以你就可以用更换自住物业的理由 申请退回3%的第二物业印花税 但是记住了 这个申请是有时限的 是需要你在出售物业之后的一年之内 做出申请 那预期申请一般都不会受理的 另外有些朋友都问 如果我有其他投资物业 那我还可不可以申请退税 那其实是没关系的 只要你的目的是更换自住物业的话 就算你拥有其他投资物业的话 都一样可以申请退税的 那如果我真的有几层楼在手 好像ABCDE物业那样 那它怎知道我那层楼是真的用来自住的呢 其实各个情况都不同的 不能当然是愧疑论 但是一般来说你要提供到一些足够的证明 证明你是一个自住的 purpose 而这个证明是足够令水高的信服 那就可以了 例如呢 例如我有水电煤单 就是证明我曾经在我生活过 又或者自己的那些银行信件那些 没错了 没错了 那Eric 你刚才说了 如果更换自住物业理由的话 就可以退回3%的额外印花税 那我知道呢 很多香港朋友呢 都是卖了香港的层楼才接过来英国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有没有机会退回那些印花税呢? 这个问题就视乎你 有没有交过额外的第二个印花税了 那我举个例子呢 如果你在2020年出售了一个自住物业 之后呢 你在2022年呢 又买入一个新的英国的自住物业 那如果你买入英国自住物业之前 是因为在世界各地有其他投资物业 所以你买入英国自住物业的时间呢 你交了3%的第二物业印花税 那你仍然可以以更换自住物业理由的话呢 去申请退回这3%的第二物业印花税的 其实只要你购买英国物业的目的 在更换之前的自住物业 就可以申请退回印花税的了 那其实这个退税来说呢 有没有一个时限的呢? 真的要多久呢? 才可以申请这个退税呢? 大家看到了 那其实我那个PowerPoint也有写到 其实它是需要在你卖出之前的自住物业 一年之内申请的 那预期申请呢? 一般来说呢 都是不会受理的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 那我举个例子 那如果你在2020年有一个自住物业 之后呢 你在2022年呢 又卖出之前的自住物业 那其后因为有某些原因呢 你在卖出之前的自住物业 超过一年才申请 就是超过了申请期限了 那你是需要经过一些特别的程序呢 才可以进行你的申请 其实英国税务局呢 仍然会根据个别情况做了申批的 那申请人仍然有机会过得批核 那但是呢 申请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即是说呢 如果真的有机会超过了时限那样 其实都还有机会申请到退税的意义 是不是这个意思? 有机会的 要看一下你的理由 足不足复 足不足复 那如果呢 我不可以在三年之内呢 卖出之前的物业呢 那是不是就没有机会退税的了? 举个例子 比如说如果你的英国物业 在2020年购入 之后呢 你在2024年 即是距离买入英国物业 超过三年之后呢 才出售了你之前的自住物业 那在正常情况之下是不能退税的 但是如果你是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理由 导致到你延迟了出售你之前的自住物业的话呢 那你仍然有机会提出申请 那英国税务局呢 是会依据个别的情况作出批黑的 那什么叫不可抗力的理由呢? 例如比如说疫情啊 或者你是有些身体的问题 导致你履行不到出售物业的情况 那有什么情况下 可以退回海外卖家印花税呢? 如果你购买英国物业的时间 是非英国居民 那你是应该需要付2%的海外卖家印花税的 那你可以获得退税的条件就是 在买入英国物业之前的一年 和后的一年 这两年期间连续365天之内 住满英国183天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就有机会去申请退回海外卖家印花税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申请都是有时限的 你需要在购买英国物业之后 的两年之内提出申请 预期申请一般都不会受理的 你有没有做过一些过期 都申请到的情况呢? 其实是可以的 如果你满足了区住期限 但是在购买物业超过两年 才提出申请的话 那是需要经过一些特别的程序 才可以进行申请 那英国税务局呢 仍然会根据个别情况做批核的 那申请人呢 都会有机会批核 但是申请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假如真的我买了一个英国物业 但是我之后一年 真的不可以在英国住满183天 做不到税务居民 那是不是没有机会申请退税呢? 如果你在购买英国物业之后 超过了一年 才住满英国183天的话 那你是需要提供一个合理的理由 才可以申请退税 如果你是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 导致你延迟到英国 那你仍然有机会提出申请的 至于成功与否呢 就要看回个别的个案议定了 其实都仍然是有机会的 就是英国税务局那边呢 就有解谈的 就不是那么死的 是的 你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 举个例子 譬如说你可能疫情 或者身体有些毛病 导致你不可以短时间之内来到英国 那也都要一个理由是税务局要顺服的 那才可以得到 我收到很多网友 就是都是查询那个timeline的问题 就是他们经常都说 英国这样买了一层楼 那其实呢 是算你开始买楼那一刻 还是算你完成的transaction 就是到收楼、交楼那一下呢 你才算是开始算一年 在哪一个时间开始呢 因为有些人是买楼花的 是的 是叫completion day的 就是完成交易那一刻 就是我买了那个楼 那就是我两年后才收楼 那就是由两年后 那里再算一年 是的 completion day 是的 那刚才说过两种情况呢 就是说可以退回第二物业印花税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海外买家印花税 那这里是扣5%的 那其实呢我早前上一条片呢 就有提过呢就是都可以用另外一个理由是叫做呢 用一个不适合居住的理由呢 去申请退税的 那我记得那时候呢 跟Eric做那个访问呢 出一条片呢 都有些网友呢 就是都找你呢 就帮忙搞退税的 那后来都知道成功了的 就是都可以成功退到税的 那都好像都不错了 但是呢 好像说近期呢 英国政府那边修例 那其实是不是代表呢 以后都不可以用这个理由来退税呢 又不是完全不可以的 那不如我详细讲一讲 那这样 是啊是啊 那最后一个可以获得退税的情况就是 如果你的物业被界定为不适合居住 那就可以非住宅物业的那个税街去计税 那所有呢 已经收到的额外引发税都可以退回的 那但是呢 英国税务局呢 在今年的6月16号呢 就发出了一个最新的指引 那就说明了不适合居住物业的定义 那简单来说呢 如果根据这个指引来说呢 就是说 如果你的物业存在结构问题 有高水平的石灭 受福射污染 长生有倒塌危机 又或者物业存在一定的危险 council出了禁制令 禁止住户呢 使用那个物业的话呢 那就可以用这个理由呢 去界定为非住宅物业 就可以申请退税的了 即使说现在要申请呢 用这个理由呢 辣了很多了 是啊 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 才可以作出理由申请 Eric 你有没有说这个修例之后呢 6月16日之后呢 6月16日之后呢 都有没有一些成功个案呢 可以做到呢 都有的 都有的 那那个个案就是 有一些白蚁就 鑄了一些结构 鑄了一些木 那变成了最后就是成功分成斗的 OK 大家听着 原来白蚁鑄都有机会可以做到的 之前我记得你提过又说漏水呢 都有机会做到的 那其实现在是不是漏水 就应该难一些呢 不行了 如果根据最新指引的话 只是漏水这件事情呢 就比较困难一些 除非它漏到的状况 是影响你的结构问题 那就有机会了 那为什么非住宅物业呢 真的可以省到税呢 那其实住宅物业 和非住宅物业 它最基本的税街 大家差无几 但是呢 非住宅物业呢 它是没有海外买家的影响税 也都没有第二个月影响税的 那就是说 如果你是因为是第二个物业 又或者你是海外买家的原因 你之前呢 是给多了这3加2 total5%的牛影响税的话呢 那一转了下去 非住宅物业的税街的话呢 由于它是豁免了刚才那两种税的 那所以呢 你只要去到那个税街的话呢 你就可以将之前交了的 那3加2 1.5%的额外引花税呢 就全数退回了 那其实呢 如果收了例之后呢 那审批呢 那个程序和时间呢 有没有分别呢 会不会说呢 久了呢 没有变的 和之前是一样 大概都六至八个礼拜左右 Eric 刚才你说过呢 都有一些情况 如果过期的话呢 只要你有合理的理由呢 合理的解释呢 都仍然有机会可以申请到退税的 但是没有理由 真的没有了期 那样呢 就是不断给你拖延的嘛 那有没有一个终极的期限呢 就是真的过了多久呢 就不可以申请呢 那其实不同类型的申请呢 都有不同的时限的 那一般呢 就需要在扣入英国之后的四年之内 提出申请 那如果超过这个时限的话呢 基本上呢 在任何情况之下 都不会获批的了 OK 就是四年啊 就是大家 要看清楚啊 就是如果大家呢 要搞退税的话呢 就真的要尽快不要拖了 那Eric 就是我都知道呢 就是有些退税呢 其实可以自己搞到的 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呢 其实呢 可不可以自己申请呢 就是可不可以自己在网上搞呢 就如果是正常的退税状况 如果你是在哪个时限 只要是退税的话呢 那其实呢 就可以自己在网上做的申请 我都相信很多听众都知道 怎样做的 那但是如果是在讲 non-typical的 就是说你已经过了期了 预期申请 又或者你是先卖了 我来一个香港的自住物业 再买一个英国的自住物业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叫做non-typical的申请呢 那这non-typical的申请的话呢 那基本上呢 你是不能够在网上可以处理得到的 也都是你需要提交多些的文件 多些的supporting 才可以进行这个申请的 那所以呢 一般的听众呢 都不会有这个经验 还有不会有这个能力呢 我相信不会有这个能力 是可以自行处理得到的 那Eric 我怎样才可以了解自己 合不合乎退税的条件呢 其实由于每个个案的情况不同 那如果想了解自己 是不是符合退税条件的话呢 那可以在下面的连结 留下的联络资料 那我会更快回大家 去了解大家的情况的 是不是真的找你们帮忙呢 那个成功率呢 是会高一些的呢 基本上如果我们看你的个案的话 我们觉得是做得到的话呢 基本上呢 都会成功的 那为什么找我们做 我们会容易一些呢 第一就是说 我们不断去和税局沟通 我们都知道很多case的scenario 究竟怎样做才是最合适的 那也都知道是 有些什么的相关文件要处理 要提供 那哪些是需要提供 哪些最好不要提供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说我们会比较去 有经验去了解 究竟根据每个不同的个案 怎样的申请方法 要提供哪些的资料 才是最大的成功率的 那如果自己去处理的话 那你都可以尝试一下的 但是我身边了解的 就成功率都不高 其实如果大家是想了解一下自己 符不符合退税条件的话 都可以在连结一下 留得联络资料 那我们会尽快联络大家 那我们会根据你的状况 了解一下究竟有没有机会可以做到申请 所以我前期申请和咨询 我们都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 那如果你们真的 engage我们去帮你去做这个退税 那我们都是不成功的收费的 那只不过就是说 如果是真的成功了之后 那当那个税款 退回到你的户口之后 我就才会收回一个服务费 就是这样的 好了 今天也很多谢Eric 真的抽了这么多时间 和大家分享一些退税的东西 如果大家真的不知道自己 是否适合退税 想找个人问一下的话 那你其实也可以找Eric 帮忙的 因为刚才Eric也说了 是免费的 他前期资讯 如果大家真的想找Eric 帮忙的 了解多一些的话 大家记得在高方留言 谢谢你Eric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 拜拜 拜拜 今次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这条影片有用 记得Like、Share和留言支持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 Facebook、IG和Patreon 多多支持 下次见拜拜